民国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是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光荣时刻 中华民国在国民党政府迁台 并连续执政达五十一年之后 首度在直接民选的民主程序下 将政权和平转移给代表民进党胜选的 陈水扁政府 上午九点钟 第十任总统当选人陈水扁 在大法官会议主席 司法院长翁月生的监视下 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总统 总统是此 以谨理自诚 向全国人民宣誓 以必遵守宪法 尽忠職务 增进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无护国民互通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谨示 先世人陈水扁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请将事实递交监视人 请回总统位 第十任副总统当选人就位 第十任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 也在庄年隆重的仪式中宣誓就职 请将事实递交监视人 授予总统硬性 授予人情就位 在重龙的乐声中 新任总统陈水扁 由立法院长王金平 授予国喜和总统硬性 授予中华民国之喜 授予荣典之喜 授予总统之印记 授予总统之章 也从授予官王金平院长的手中 揭下了副总统之章 授予副总统之章 授予副总统之章 副总统请回座 授予人请回座 授予副总统之章 恭送李总统 经过将近14年的努力 民进党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 取得了执政的机会 而在台湾执政长50年的国民党 则因为败选而交出了政权 这一项重大的转变 确立了台湾的政党政治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首度的政党轮替 与政权的和平转移 宣誓仪式结束之后 新任总统陈水扁陪同卸任的李总统 走出总统府大门向民众致议 向全国民众致议 执政十二年的李登辉总统 在接受广场发表简短的卸任感言 亲爱的全国同胞 议会的各位贵宾 总统交接典礼已经完成 登辉想要借这个机会 对这十二年来全国同胞 对登辉的支持与爱护 表示最诚实的感谢之一 同时也祝福新政府顺利成功 全国同胞平安主义 中华民国国印仓庸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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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大家以热烈掌声 谢谢李总统 在过去十二年来 对我们国家所做的贡献 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李登辉 挥手向民众道别 也挥别了国民党的李登辉时代 陈水扁总统在李登辉先生 驱车离去之际 特别向前任总统李登辉先生 握手鞠躬送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9点40分 陈水扁总统签署新任行政院长唐飞 以及内阁的任命令 并主持新内阁阁员的宣誓典礼 克尊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忘会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淫私舞弊 不赦赦贿赂 不受受贵赂 如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谨示 宣誓人刘锡坤 宣誓人终架 中华民国89年5月20号 中华民国89年5月20号 手请放下 宣誓人向监誓人鞠躬 礼成 宣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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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府团队走马上任 陈水扁总统随即在总统府 会晤专程来华 参加520总统就职大典的友邦代表 和各国贵宾 陈总统在接受外宾祝贺时表示 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维持延续性与稳定性 过去台湾与各友邦所签订的协议 条约和各项合作计划持续有效 中华民国将继续全力协助 其他国家的发展 增进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 同时在总统府前接受广场 各项活动也在热烈展开 动人心弦的客家歌曲及大合唱 优美的布农族和声 优扬的国乐声 回荡在总统府前广场 优美的布农族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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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独特的唱腔 让庄严肃穆的总统就职大典 增添了几分青春与活力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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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国旗及国父一项行三鞠躬礼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陈水扁总统与吕秀莲副总统 在国歌演奏及向中华民国国父一项 及国旗行三鞠躬礼后 转身向全国民众宣誓 总统 副总统向全国人民宣誓 总统宣读 本人谨以最庄严 诚挚 谦卑的心 本人谨以最庄严 诚挚 谦卑的心 公共职守 增进人民福祉 保卫国家安全 决不辜负人民的托付 如围诗言 厌受国家最严厉之制裁 谨示 先世人陈水扁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副总统宣读 诗词 本人谨以最庄严 诚挚谦卑的心 再次向全体国人郑重宣誓 本人必将遵守宪法 尽忠职守 增进人民福祉 保卫国家安全 绝不辜负人民的托付 如围诗言 愿受国家最严厉之制裁 谨示 宣誓人 吕秀莲 中华民国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奏旧职乐 民放礼炮 民放礼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请坐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随后以台湾站起来 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为题 发表就职演说 请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 发表就职演说 李副总统 各位友邦援手 各位贵宾 各位亲爱的海内外同胞 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 也是一个庄严而充满希望的时刻 感谢远到而来的各位嘉宾 以及全世界热爱民主 关心台湾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分享此刻的荣耀 我们今天在这里 不只是为了庆祝一个旧旨典礼 而是为了见证得来不义的民主价值 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21世纪来临的前夕 台湾人民用民主的选票 完成了历史性的政党轮替 这不仅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更是全球华人社会化时代的里程碑 台湾不只为亚洲的民主经验 树立了新典换 也为全世界第三波的民主潮流 增添了一个感人的力证 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选举的过程 让全世界清楚地看到 自由民主的果实如此得来不义 2300万人民以无比的坚定意志 用爱米平敌意 以希望克服威胁 用信心战胜的恐惧 我们用神圣的选票 向全世界证明 自由民主式颠仆不灭的普世价值 追求和平更是人类理性的最高目标 公元2000年台湾 总统大选的结果 不是个人的胜利 或政党的胜利 而是人民的胜利 民主的胜利 因为我们在几次注目的焦点中 一起擦位了恐惧 威胁和压迫 勇敢地站了起来 台湾站起来 展现着理性的坚持 和民主的信仰 台湾站起来 代表着人民的自信 和国家的尊严 台湾站起来 象征着希望的追求 和梦想的实现 亲爱的同胞 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刻 永远记得珍惜和感恩 因为民主的成果 并非凭空而来 而是走过艰难险阻 历经千辛万苦 才得以实现 如果没有民主前辩民 前补后继的无畏牺牲 没有千万人民 我们今天 对于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 我们今天 就不可能站在自己 亲爱的土地上 来庆祝这一个 属于全民的光荣圣典 今天 我们仿佛站在 宇宙崭新的历史门前 台湾人民透过民主锤炼的过程 为我们共同的命运 打造了一把全新的钥匙 新世界的希望者们即将开启 我们如此谦卑 但绝不退缩 我们充满自信 但是没有丝毫自满 从3月18号 嫌疾结果揭晓的那一刻开始 阿兵以最严肃而谦卑的心情 接受全民的付托 四言必将竭尽 个人的心力 智慧和勇气 来承担国家未来的重责大任 个人深切的了解 政党轮替 政权和平转移的意义 绝对不只是换人换党的人事更替 更不是改朝换代的权力转移 而是透过民主的程序 把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交还给人民 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不是任何个人或者政党所能够占有 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从国家的援手到基层的公务员 都是我们前面的公谱 政党轮替 并不代表对于过去的前盘火定 厉害的主政者 为国家人民的付出 我们都应该 给予公正的评价 李登辉先生过去十二年主政期间 所推动的民主改革 以卓越政绩 也应该获得国人最高的推崇 跟忠心的感念 在选举的过程中 台湾社会高度动员 积极参与 尽管有不同的主张和立场 但是每个人为了政治理念 和国家前途挺身而出的初衷 是一样的 我们相信 鲜喜的结束是和解的开始 激情落幕之后 应该是理性的抬头 在国家利益 以人民福祉的最高原则之下 未来无论是执政者或在野者 都应该能不顾人民的付托 善尽本身的主折 实现政党政治公平竞争 民主政治监督制衡的理想 一个公平竞争 包容信任的民主社会 是国家进步的最大动能 在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的基础之上 我们应该凌记全民的意志 以朝委的共识来着手推动 我们国家的进步改革 前民政府清流共治 是阿扁在选举期间对人民的承诺 也是台湾社会未来要跨越断层 向上提升的重要关键 前民政府的精神在于 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和股东 政府的施政必须以多数的民意为依规 人民的利益绝对高于政党的利益 跟个人的利益 阿扁永远以身为民主进步党的党员为荣 但是从现实就职的这一刻开始 个人将以全部的心力做好 前民总统的角色 正如同前民新政府的组成 我们用人为财 不分族群 不分性别 不分党派 未来的各项施政 也都必须以前民的扶持为目标 清流共治的首要目标 是要扫除黑金 杜绝会选 长期以来 台湾社会黑白不分 黑道金钱借入政治的情况 已经招致台湾人民的深恶痛绝 集成选举买票 会选的文化 不仅剥夺人民 显现已能当家作主的权利 更让台湾的民主发展蒙上污名 今天阿伯愿意在此承诺 新政府将以最大的决心 来消除危险 打击黑金 让台湾彻底 摆脱向下承认的力量 让清流共治向上提升 还给人民一个齐鸣的政治环境 在活力政府的改造方面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为了确保台湾的竞争力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连结 校囊有眼见有活力 有高度弹性和应变力的新政府 大有为政府的时代已经过去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 以民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小儿囊政府 我们应该加速精简政府的职能跟组织 积极扩大民间扮演的角色 如此不仅可以让民间的活力尽情发挥 也能够大幅来减轻政府的负担 同样的伙伴关系也应该建立在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我们要打破过去 中央极权又极权的威权心态 若使地方能做 中央不做的地方自治精神 让地方与中央政府一起共享之言 一起承担责任 无论东西南北 不分本岛里岛 都能够获得金横多元的发展 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当然我们也应该了解 政府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人民才是经济发展 以社会进步的延动力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台湾人民靠着 平手之主的努力 创造了几次呈现的经济奇迹 也奠定了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命迈 如今面对资讯 科技日新卫议 及贸易自由化的冲击 台湾的产业发展 必然要走向知识 经济的时代 高科技的产业 必须不断的创新 传统的产业 也必然要转型升级 未来的政府 并不一定要继续扮演 过去所谓领导者 和管理者的角色 反而应该要向民间企业 所期待的政府是支援者 跟服务者 现代政府的责任 在于提高行政的效能 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 维持金融秩序 跟股市的稳定 让经济的发展 透过公平的竞争 走向完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 行持沿着民间的活力 自然能够蓬勃兴盛 再创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奇迹 除了巩固民主的成果 推动政府的改造 提升经济的竞争力之外 新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标 应该是顺应民意 立行改革 让这一块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 更有尊严 更有自信 更有品质 让我们的社会 不仅安全和谐互互益 也要符合公平正义 让我们的下一代 在充满希望 与快乐的交易环境中学习 培养国民不断 成长的竞争力 二十一世纪 将是强调生活者权力 精致化生活的时代 喜欢跟人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治安改善 社会福利 环保生态 国土规划 垃圾处理 河川整治 交通整顿 社区营造等问题 政府都必须提出一套解决方案 并透过公权力彻底 来加以落实 当前 我们必须立即提升的是 治安改善以环境保护 这两大生活品质的重要指标 建立社会 社会新秩序 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 生活没有恐惧 在生态保育 在生态保育 以经济发展之间 取得相容的平衡点 让台湾 让台湾 成为勇气 发展的力色系统 书法的尊严 是民主政治 以社会正义的坚强防线 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 不仅是社会自信的维护者 也是人民潜意的捍卫者 目前司法的改革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国人必须继续给予 司法在严格的督治 以殷切的期盼 在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节制行政权力 还给司法独立运作 不受干扰的空间 台湾最重要的支援 是人力的支援 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教育是常务移民的百年大计 我们将尽数灵迹 炎炎不断的便宜 一流优秀的人才 让台湾社会逐渐走向 在学习型指质和知识型社会 鼓励人民终身学习求新求变 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力 和创造力 目前在全国各地 普遍发展的草根性社区指质 包括对地方历史 人文 地理 生态的探索和维护 展现了人混台湾 由下而上的民间活力 不管是地方文化 庶民文化 或者精致文化 都是台湾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台湾因为特色的历史 和地理的缘故 隐含了最宏美 多样的文化元素 但是文化建设无法一处可击 而是要靠一点一滴的累积 我们必须要敞开心胸 包容尊重 让多元族群 以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感通 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 以华人文化 世界文化自然接轨 创造文化台湾 四季维新的新格局 去年 发生的921大地震 让我们心爱的土地和同胞 历经前所未有的浩劫 伤痛之身 至今未能够议和 新政府对于灾区的重建工作 科部容缓 包括产业的护士和心灵的重建 必须要做到最后一人的照顾 最后一处的重建完成为止 在此 我们也要对于灾后 救援 与重建过程中 充满大爱 武士奉献的所有个人 以民间团体 再次的表达最高的敬意 在大自然的恶力中 我们看到了台湾最美的慈悲 最强的信念 最大的信任 九二一正在 让同胞受伤跌倒 但是在助攻台湾的精神中 台湾新家庭一定会 重新坚强的站起来 亲爱的同胞 四百年前 臺灣因為催淚的山川鴻茂 被世人稱為火魔沙 美麗之島 今天 因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所締造的歷史行業 臺灣重新展現了民主之島的風采 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們相信 以今日的民主成就 加上科技經貿的實力 中華民國一定可以繼續 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持續加強跟有幫的實質外交關係之外 我們更要積極參與各種非政府的國際指揮 透過人道的關懷 經貿的合作和文化的交流等各種方式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擴大臺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 並且回饋國際社會 此此之外 我們也願意承諾 對於國際人權的維護 做出最積極的貢獻 中華民國本來也不會 阻礙於世界人權的潮流 我們將遵守包括 世界人權的潮流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以及 為那世界人權會議的潮流 和行動綱領 將中華民國 從新納入國際人權的體系 新政府 將敦請立法院 通過批准國際人權法典 使其國內法化 成為正式的臺灣人權法典 我們希望實現 聯絡國長期所推動的主張 在臺灣 設立獨立應眾的 國家人權委員會 並且 邀請國際法律人委員會 和國際特色指揮 這兩個卓越的非政府人權組織 協助我們 落實各項人權保護的措施 讓中華民國 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權的新主標 我們堅信 不管在任何一個時代 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自由 民主 人權的意義和價值 都不能夠被默示 或改變 二十世紀的歷史 留給人類一個最大的教訓 那就是 戰爭是人類的失敗 無論目的何在 理由多麼樣的冠冕堂皇 戰爭都是對自由 民主 人權的最大傷害 過去 一百多年來 中國曾經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 留下難以磨昧的歷史傷痕 臺灣的命運更加坎坷 曾經陷入受到 強權的欺凌和殊民政權的統治 如此相同的歷史遭遇 你應為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諒解 為共同追求 自由 民主 人權的潔心 殿下獲使的基礎 然而 因為長期的隔離 使得雙方發展出 截然不同的政治助度和生活方式 從此 阻斷了兩岸人民 與同理心互相對待的情誼 甚至 因為隔離而造成了對立的圍剿 如今 冷戰已經結束 該是兩岸拋棄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敵意 以對立的死火了 我們無需再等待 因為此刻就是兩岸共創和解時代的新契機 海峽兩岸人民 援助於相同的寫言 文化和歷史背景 我們相信 雙方的領導人一定有足夠的智慧和創意 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 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以善意 營造合作的條件 共同來處理未來 共同來處理未來 一個中國的問題 本然深切了解 身為明顯的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 其中央自當 愧鍵献協 自當克尊憲華 維護國家的主權尊嚴與安全 確保全體國民的福祉 因此 只要中共無意對臺動武 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 不會宣布獨立 不會更改國號 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 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統 也沒有位處國統綱領 以國統會的問題 歷史證明 戰爭只會引來更多的仇恨 以敵意 絲毫無助於彼此關係的發展 中國人強調 玩霸之分 相信行人證 必能使進者越遠者來 遠人不符 只修文德以待之的道理 這些中國人的智慧 即使到了下一個世紀 仍然是晃之四海 皆準的治理名言 大陸在鄧小平先生 以江澤民先生的領導之下 創造了經濟開放的奇蹟 而在台灣 半個世紀以來 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蹟 我們也創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蹟 在此 基礎之上 兩岸的政府 與人民 如果能夠多多地交流 秉持善意和解 積極合作 永久和平的言者 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 排除不必要的總統障礙 海峽兩岸 必能夠為亞太地區的 緩容以穩定 做出重大的貢獻 也必將為全體人類 創造更輝煌的東方文明 親愛的同胞 親愛的同胞 我們多麼希望 海內外的華人 都能夠親身體驗 共同分享 這一刻的動人情景 眼前開闊的 開達格蘭大道 數年之前 仍然戒備身眼 在我身後的這一棟建築 曾經是殖民時代的總督府 今天我們奇跡在這裡 用土地的樂章 和人民的聲音 來歌頌民主的光榮喜悅 如果用心體會 海內外同胞應該都能夠領悟 這一刻所代表的聲言意義 那就是威權和武力只能夠讓人一死欺負 民族自由才是永恆不朽的價值 唯有福音人民的意志 才能開拓歷史的大陸 打造不朽的建築 今天阿彬以一個電龍之子 貧寒的出身 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奮鬥成長 歷經挫折與考驗 終於贏得人民的信賴 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 個人的成就如此卑微 但其中隱含的意義卻民族可貴 因為 每一位POMOSA的子民 都和阿彬一樣 我們都是台灣之子 無論在多麼艱困的環境中 台灣 都像自愛無私的母親 從不間斷地授以我們機會 帶領我們 實現美好的夢想 台灣之子的精神 啟示著我們 儘管台北金馬只是 太平洋邊的罪惡小島 只要兩千三百萬的同胞 不會艱難 攜手向前 我們的夢想地圖 將會無限的遠大 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的盡頭 親愛的同胞 這一刻的光榮 屬於全體人民 所有的恩典都要歸於台灣 我們永遠的母親 讓我們一起 對土地感恩 向人民致敬 自由民主萬歲 台灣人民萬歲 敬祝中華民國 國運長榮 全國同胞 和各位貴賓 健康愉快 最後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 就職慶祝大會 在現唱《天佑無土福爾摩沙》的 莊嚴歡樂聲中落幕 現唱《天佑無土福爾摩沙》 這是一首為這次慶典特別創作的曲子 祈求上天 眷佑無土 百姓平安 萬事順遂 特定× 祈求指上 祈求指我們 祈求指紋 God bless our land, For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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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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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史瓦盛 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庆祝活动 最后压轴的就是就职晚会 520就职晚会让台湾民众成温50年来的记忆 也让台湾民众也让台湾民众也让台湾民众也让大家重新感受台湾这一块土地的生命力 晚上七点钟总统就职晚会在台北市中镇纪念堂户外广场热闹展开 来自全台各地的数十个数十个不同的表演团队上千位演艺工作者以难得一见的合作模式演出一场跨族群超时空的大型庆祝晚会 就职晚会以牵手走过记忆 欢喜迎接未来为主轴 将台湾过去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文化 以剧场的方式接力演出 塑造出独特的庆典气氛 长达三个小时的520晚会 就像是一场台湾文化之旅的丰富饗宴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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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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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去一个で困戏的idianode 我会有些一丶艺ика和墙不同的表演 可以一起唱、 Simmons miejsce 每天 Hideki点和创線都没有 espaço Tall burnout 那一生一个 toothbrush-UMX10 没有断跡不要人 五百的歌声炒热了晚会的气氛 陈水扁总统和李秀林副总统抵达会场 更是让晚会现场为之沸腾 阿平总统一定会作为台湾人民一致的实践者 一定会作为台湾人民现舞的守护者 要跟大家一起联币 祝福大家 感谢各位 祝大家有一个会场 甜蜜的夜晚 晚上回去 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甜蜜的梦 阿平祝各位李秀林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总统 谢谢总统 谢谢副总统 好美丽的荒唐 人间的天空 带着祝福与赞颂 台湾之子陈水扁总统 主意与晚会的表演者 亲切的握手表示感谢 他将带领中华民国和福尔摩沙的子民 卖向二十一世纪 卖向二十一世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